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呢 我们继续昨天的这个话题就是 李光耀观天下 这本著作 那我们呢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他的第一部分内容 那他的这个这个 书籍呢 一共是有十一章 那他的第一章呢 叫做 讲述的是中国 中国 那他的大标题叫做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央 在这一章里面呢 关于中国的部分呢 一共有三个子栏目 第一个子栏目呢 还是跟主标题一样 叫一个强大的中央 讲到了中国的这个 中央的这个权利 以及呢 中国的政治制度啊等等 那第二部分讲到了韬光养晦 不露分芒 保持谦逊 那这一部分呢 李光耀先生呢 结合他和中国的领导人 这个接触的过程中 也包括了从毛泽东 到这个邓小平啊 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那中国的五代领导人 接触过程中 他的一些观察啊 那他的一些看法 那第三部分呢 讲到了新中国啊 中国的人民 那社会和经济发展 那基本上呢 关于到中国的这个 比较细的一些事情了 甚至包括 国有企业改革呀 那人民的这个物质生活提升以后的精神追求呀 等等的这个这个部分 那这三大部分呢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 那关于第一部分 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呢 他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在未来 二十三十二十年内呢 会发展成什么样啊 怎么样 这也是我想是很多人呃 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那这里面他提到这个西方的一些人呢 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的这种传统民主 那李光耀先生呢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美国人认为 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那以及每隔数年就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那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一种看法 而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啊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 拥有十三亿人口 那现在呢 其实已经是有十四亿人口了啊 那因为这本书呢 是几年前这个李光耀先生在世的时候完成的 呃 当时呢 中国是十三亿人口 那李光耀先生说 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 那将会去走自己的道路 这个呢 是李光耀先生在这本书的第一章 一个强大的中央开篇部分 就做出的一个预测 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啊 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那是否是符合西方人对未来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西式民主的诉求呢 那李光耀先生给了完全截然不同的这种看法啊 那关于政治改革的部分呢 他还做了一个 李光耀先生还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呃呃李光耀先生认为全球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变化 在今后二十年至三十年内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 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 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 那李光耀相信 相信中国的愿望呢 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那这一点呢 在现在呢 其实是正在发生 那呃离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 当然还有呃不小的一段距离 因为呢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定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 他还挺体现在你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 以及呢 这个改善民生等等你的这个体制方案在其他国家呢 能不能被广泛的接受 就是你的这个影响力层面 也就是呢 之前所提到的一个叫做呃软实力这个层面啊 那关于这一点呢 他还提到说这个呃呃呃 那关于这个有问有问到说这个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一人一票这样的选举制度呢 那李光耀在书中描述 那将会出现的是一批领导人被另一批领导人所取代 这是源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 中国人相信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够带来和平和繁荣 一人一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 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 他们将不会尝试这种制度 那这个是李光耀先生关于一个强大的中央 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第三个预测了 那就是或者说他的一个看法 那就是一人一票的这种西式的选举制度呢 不会在中国存在啊 不会在中国呢 这个去做这种尝试啊 那他的这个观点呢 核心的观点来源并不是来源于西式民主在中国的这个推广 而是说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啊 一直以来呢 中国人相信一个中央集权呢 中央的强大呢 能够给中国的整体利益呢 带来最大的好处 那这是植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心中 那这一点呢 是不是符合他的这种预期呢 啊 那我们呢 还有未来的这个时代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去做观察啊 那他提到呢 中国共产党现在热衷于呢 探索党内民主 那比如说 他在这个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呢 那个那个时代呢 说第17次党的代表大会呢 比16次呢 要开放的多 在部分党内最高职位的候选人名单中 有了更多的选择 那过去呢 最高领导人 像毛泽东 邓小平 可以确定他们的接班人 但后续呢 像这个 胡锦涛 那就办不到 啊 这是呢 他关于这个 呃 中国的这个党内民主的看法 在这个 呃 这一个 这一章节的最后呢 他提到了 中国将发展 他其制度和体制 但完全是中国式的制度和体制 不管他们的改革会发展成怎样 有一点不会改变 他们将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呃 在这一点呢 我觉得李光耀先生呢 虽然现在已经过去 但是呢 他在 他的这个预测呢 在这个呃 今年啊 今年呢 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第十九 中共第十九届啊 十九大四中全会的公告里面呢 提到了中国要去完善啊 这个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啊 为完善了他的这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啊 那这 那这个我认为呢 是中国开始正式的从这个制度层面不断的优化和这个进步 那新加坡呢 现任的新加坡的领导层呢 对此呢 也有过回应 那他们认为呢 他们可以和中国的这个呃 制度创新制度改革呢 其实可以相互借鉴啊 相互呢 这个促进 呃 每每一个这个章节的最后呢 都会有一个应该是海峡时报的一个呃 一个采访啊 会有一些问题啊 海峡时报的一些问题 来去问这个呃 李光耀先生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呢 在呃 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记者问到中国的经济呢一直发展的非常快 但是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呢 比较缓慢 那李光耀先生呢 对此回复的说 呃 他认为呢 这个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这个答案 在中国的历史上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呢 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 一个软弱的中央呢 意味着混乱 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事 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 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那我想 李光耀先生这一个观点呢 的的确确呃 会给很多人的这个歧视 歧视啊 那就是说呃 这个目前中国的这种体制制度呢 是历史的历史文化的因素呢 是百姓的因素呢 还是说这个完全是这个统治者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一点他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啊 那他认为呢 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 去寻找答案 那有记者问到这个李光耀先生说 呃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国 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 那李光耀先生的回答是 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而言 当然是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他已经不再是原有字面概念上的共产党了 他是一个贴着旧标签的旧瓶子里 倒入了新酒 我觉得呢 他讲的这个呢 比较形象 那事实上呢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 呃这么多年的领导呢 呃他具备这样的领导地位呢 而且领导地位目前看起来越来越巩固呢 他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呢 做了他的不断的优化啊 得到人民的这个支持 或者是呃人民老百姓呢 就是关切的一些事情呢 他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些动作啊 去解决一些这个民生呀 各方面的问题 否则呢 他其实其实是很困难的啊 所以呢 他提到了这个我们就是海外的一些朋友呀 那么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呢 可能会停留在过去 甚至是在冷这个这个呃美苏对抗冷战时期 那概念中的那一个所谓的呃 中国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啊 全世界的共产党运动 但是呃现在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呢 他领导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呢 他已经这个呃旧瓶换了新酒啊 内容其实已经变了呃 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呃 中国共产党呢 或者是提到呃 华人社会呢 难免呢 会提到这个台湾啊 因为呢 有记者问这个呃 有记者问呢 这个像比如说现在的选举制度 西方式的选举制度 那呃是不是呃 可以在中国大陆发生 那呃他认为呢 这个李光阳先生认为呢 呃不会有这种自由的竞选 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自由竞选 你能想象一个中国人会说啊 我是卡特 我是来选总统的啊 等等这样的问题吗 那记者就回复说呃 现在的台湾啊 发生了 那他指的呢 实际上是是这个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呢 台湾的这个民选总统啊 那李光阳先生的回复是 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 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嗯 那这个呢 指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看法啊 那他李光阳先生的这个回复呢 让我想到了是 有些有有很多朋友认为呢 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的这个制度呢 呃可能会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未来 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参考 或者一个学习的对象 呃可是这么多年 我们观察下来 那台湾现在的这个 整个选举制度运作这么久呢 那使得台湾的经济呢 台湾的民生呢 台湾的影响力呢 台湾的各方面的指标呢 都出现了衰退 包括台湾的大学排名都出现了衰退 是很有问题的啊 那呃不管怎样 就是说 嗯台湾呢 现在的经济还不错呢 其实是正儿八经的是 呃蒋经国那个时代啊 那个那一批人就和邓小平 差不多那个时代 那一批人呢 为整个台湾呢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经济的蓬勃发展 现在台湾自从搞了这个民主选举 搞政治之后呢 整个台湾社会呢 就就就就全部是这个政治挂帅啊 以政治挂帅 以选举挂帅啊 都在搞选举文化 那使得呢 呃这个经济和民生呢 被忽视 那这个呢 是不是中国大陆想要的呢 我个人判斑 我作为一个中东大陆人呢 我实际上是并不欣赏 台湾的这种选举制度啊 那李光阳先生呢 也认为啊 台湾只有两三三百万人口 那他的这个模式呢 未必会被这个中国接受啊 那他呢 这个有记者又提到说 呃 如果国民党仍然在大陆执政 是否已经实行了一人一票制 因为孙中山呢 兴奋西方式的民主 那李光耀斩钉截台的回答 说不可能 他绝不这样认为 他们在台湾实行的这种制度 是因为已经缩减到了一个小地方 而且他们依靠美国维持着这个生存 他们他们接受一人一票 是因为美国人不会保护 他们去实行独裁的统治制度的 那记者在问 但是台湾现在实行的民主制度 香港在几年内呢 也将实行这个普选 这对内地的改革 是否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中国人是否会开始 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允许尝试台湾和香港 同胞实行的制度呢 那李光耀先生认为呢 他们可能会有这种要求 但是他们怎么给政府施加压力呢 他们有投票权吗 他们准备通过革命推翻政府吗 我认为啊 就是李光耀先生认为呢 执政者是不会放弃权力的 他说这个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 13亿人可以通过一人一票 选出国家主席 这是行不通的啊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 这个记者又反问到说 这个印度呢 现在做到了这个民主的选举 李光耀先生的回答呢 也是并不看好 他认为呢出自不同的原因 结果呢并不令人惊叹 啊等等 这个讲到了中国的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啊 中国的一个强大的中央 这一部分呢 还是给了这个 非常的直接的很多的回复啊 还有很多观点的表达 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呃给我一些呃很深的一个一个启示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目前的政治制度啊到底是他的成因是什么 他的文化和历史的根基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就就归集到简单的说呃什么呃 比如说独裁呀什么镇压呀 什么其实呃那那种这种总结呢就太简单了啊 太简单化了 我觉得要寻找他的根源和本质啊 那在这个第一章 这个一个强大的中央的第二第二节的部分呢 他的内容呢叫做韬光养晦 不漏分盲保持谦逊啊 呃这一部分呢 他在开篇的时候提到了他和这个呃 中国的领导人的这个接触的情况 比如说他说到2007年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呢 他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了习近平啊 那呃他他在书中说到这个呃习近平给李光耀先生的印象呢 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呢 叫大气啊 与之相反的是小气呃 李光耀认为呢习近平绝不是心胸狭隘 那习近平考虑问题很有深度 不愿炫耀才华 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 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 他显得很庄重 这是习近平给李光耀的第一个印象 再考虑到习近平曾经受过苦难的这个磨炼啊 1969年啊 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布到了陕西省的农村生活 他从不抱怨或者发牢骚 努力工作慢慢的证明自己 因此呢 这个李光耀呢 给习近平非常高的评价啊 李光耀先生认为呢 习近平是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这个这个人物啊 那因为曼德拉先生呢 他这个也已经过世 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啊 他为南非呢 带去了这个呃 非常多的这个宝贵的财富 那习近平呢 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五代领导的核心 那他领导的一个各级都有能力 很强的一个政府啊 等等啊 那这个呢 呃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就是李光耀如何 这个跟习近平接触的过程中 他就留下了一些印象 他如何评价等等 在之前的一期节目 那大家呢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回去看一看啊 呃 我觉得呢 呃 他在这本第二部分就是韬光养晦 这一部分呢 还提到了呢 他和呃 其他几位中国领导人呢 接触的这个呃 过程 那比较重要的呢 是就是他和邓小平接触的这个过程 那核心的要素呢 就是呃 邓小平访问东南亚 包括访问新加坡的过程中 他和邓小平先生呢 之间的一些对话 那邓小平呢 回国之后呢 在中国大力的推行这个改革开放政策 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繁荣 那坦率的说呢 在这个期间呢 呃 当时的新加坡呢 的确是中国改革开放 特别是这个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呢 这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啊 那呃 这一部分呢 我想就不再多说 那我们呢 关键来看一下 这个呃 在他的这个描述啊 未来20到30年的另外一个预测 就是关于啊 中美关系的这一部分啊 这个呢 非常关键 呃 他提到了什么呢 是提到的是说 在未来的20到30年里面呢 中美双方的力量呢 最终会对等 实现一种平衡 那第一次平衡呢 那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十二海里的界线 第二次平衡呢 将把他们赶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一旦中国人能做到这样 那中国就成为这个地区啊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啊 呃 他的这个预言呢 我相信呢 在现在的的确确是逐步的在实现 那随着中国实力呢 逐步的增强 美国呢 对中国进行的这种各方面的围堵呢 也就不断的在加大 比如说科技战 中美贸易战啊 等等啊 这个各种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那基本上就是 呃 他的这个基持 就是美国围堵中国的这个崛起 围堵中国的发展 那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先例做出预言 呃 这是李光耀先生说的啊 当一个大国崛起时呢 现有的超级大国会视为 对其优势的一种威胁 两者之间的军事冲突呢 即使不是说无可避免的 也极有可能发生 呃 就中美而言 这个李光耀先生并不赞同啊 上面的这种这个大国必须这个 一旦的这样一种看法啊 那他认为呢 这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愿景啊 愿望 他们都不想在战场上对抗 两国都拥有核武库 双方都明白 会引发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再进一步说 不同于美苏之间 美国和热衷于兴奋市场经济的 中国之间的关系 目前不存在激烈的这个竞争的 不可调和的这种意识形态冲突 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确保继续获得市场投资技术 以及呃 获准进入其大学 美国更没有必要与中国长期为敌 那关于这样一个观点呢 在 李光耀先生完成这本著作 或者是撰写这本著作的过程中呢 他可能的的确确是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 现在的中美关系呢 包括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的这个 呃 对抗 那说到了这个台湾问题呢 很多人都很关心啊 那 李光耀先生在书中描述台湾问题的时候说到 啊 美中两国间呢 会出现最大的危机呢 在台湾问题上 呃 但是呢 李光耀先生认为 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 那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你可以交战赢得第一回 但是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 在台湾问题上呢 美国是否准备 最终准备付出啊 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 请记住 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 如果在台湾 这个问题上 他执政期间呢 失去了台湾 那会继续涨钱 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 他们会返回了打第二轮 第三轮第四轮 不断的打直到胜利 这对美国来说呢 是不值得的啊 台湾方面 即使现在还不明白 以后也会明白的啊 这个啊 我觉得呢 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 也非常符合 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个一个呼声啊 就是说你美国人过来 那中国呢 是不是在每一场章艺中都能打赢 那未必 但中国呢会持续的去 就在这件事情上 是没有任何退让和妥协的空间呢 那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呢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是李光耀先生在书中 最后就这一部分最后的描述 那这是任何国家无妨阻挡的 事实上台湾的国际命运 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 就被确定了 当时的弗兰克林 罗斯福啊 这个丘吉尔 以及呢 蒋介石 就台湾回归中国达成了协议 当李登辉当总统时呢 他发起了台湾 台湾化的进程 强调了 该岛脱离中国 但是这不会最终改变统一的结果 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呢 更加的痛苦 经济将会解决这个问题 逐步和不可阻挡的经济整合将把这两个社会连接在一起 中国将认识到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 双方的经济关系在蛮久上台后会一直的 已经一直的在发展 等等啊 那现在呢 民进党呢 持掌了这个台湾啊 那 虽然民进党一直喊着这个去中国话啊 那可脱离中国 包括教科书的这个教改等等 但实际上呢 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台湾经济呢 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呢 依然非常的紧密啊 那关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美的这个 记者问 后面的记者采访问题部分呢 那记者问到李光耀先生呢 这个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呢 那中美双方的实力持平后又会发生什么啊 那 李光耀先生回答呢 这个新加坡自己必须做出调整 那你得开始适应他们啊 他们将是太平洋这一侧 在面积和实力上可以超越美国 离我们最近的邻国 美国必须这个越过数千英里 发挥其影响力啊 中国仅仅仅需数百英里 美国因素将始终存在 不会消失 美国不会放弃在太平洋 这部分地区的影响力 他与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结盟 因此局势呢 将逐步发生 不可避免的改变 但还不至于将美国赶出这个地区啊 那这个呢 讲到了这个未来啊 中美之间的这个实力再平衡的时候呢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可能的事情 再次说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呢 记者有问到啊 现在的台湾当局的调查显示呢 支持独立的人比支持统一的人更多 那这一部分呢 确实现在在各种民调当中呢 会得到一定的呈现 那作为大陆的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呢 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个课题 我们来看看李光耀先生是如何回答的呢 他说这个这种民调毫无意义 如果你是一名台湾居民 你是希望独立 还是保持现状 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的未来能按照你的想法确定吗 南部的台湾居民 绝对不希望与中国大陆融合 他们将始终是这样 但是他们的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 台湾的决定 台湾的前途 不是根据台湾的人民意愿来确定的 而是由台湾和大陆的力量对比的 这个现实来决定的 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 这件事情来确定 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 如果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 那大多数人啊 大多数反对就否决啊 就是说他讲的其实就是民意调查呢 只能歪歪一下 在国际政治或者这个 现实的政治面呢 实际上是很多时候呢 是由这种实力来决定的 那这是他的这本书的啊 第二部分讲的是韬光养晦啊 就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 和他的接触的过程中 包括像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 那都有所提及 那在这第一章 一个强大的中央呢 最后一部分呢 是在描述新中国的人民社会和经济 在人民的部分呢 他着重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 中国的年轻人呢 到处旅行啊 去了美国 去了欧洲 那美国人 欧洲人呢 也来到中国 那目前呢 那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 外国的电影 书刊获得了解世界的窗口 他们的前辈在几十年前 对这些仅仅是梦想 那现在呢 中国年轻人的这个眼界更加开阔 那他们对自己和中国 在世界上的看法啊 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中国开放后 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呢 有一天将掌管他们的国家 他们不会有中国过去 多难历史记忆的负担 他们是从每天的经历中 而不是从历史的书本上了解中国的 中国现在比鸦片战争以来的 任何时候都要强盛 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强盛 那这一段呢 他其实在描述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啊 关注中国的年轻人 那我想呢 的的确确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呢 给了这个国家呢 非常这种旺盛的这个 这个这个朝气啊 给未来一个充满的希望啊 特别是中国年轻人 目前的这个对国家的认同啊 对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这种 情感呢 让人非常的感慨 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 非常喜欢购买国货啊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呢 这个穿着这个传统的服饰 我想这都是一些表达啊 那他这个呢 提到的是人民部分呢 提到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老百姓的 这个人民呢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他们在新的时代呢 成长发展 他们有新的更加开阔的眼界 他们呢 他们的认知里面呢 也没有太多过去沉痛的 这个回忆和负担 因此呢 他们未来呢 会带来这个国家呢 以一种更加自信的这种心态呢 来来在这个世界上做呈现 那关于社会的部分呢 他提到了这个社会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那主要是有几个不平衡 第一个呢 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第二个呢 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第三个呢 是贫富发贫富差距啊 就是有钱人和没钱的人和穷人之间的这个贫富差距太大 这样的一个不平衡 那城乡之间吗 主要就是城市和乡村 那无论在东部沿海还是在西部 那省会城市呀 大城市发展都相对比较好 那乡村部分呢 就会比较差一些 那关于这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呢 那显然呢 就是东部沿海呀 包括这个环博海湾呀 那这个经济呢 发展的都比较好 包括像珠三角 那中西部呢 相对比较差一些啊 那因此呢 中央政府呢 之前一些年也在一直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这一部分呢 就因为关心这个中国政治的人呢 可能对这一部分呢 都会了解比较多 而且也很容易理解啊 就是讲白了 就是资源钱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啊 还有关于这个经济的部分呢 他提到了中国的这个经济转型 我觉得这一点呢 体现出李光耀先生呢 非常有 非常有智慧的这个预见 远见啊 他提到了中国需要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呢 转化成如同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啊 就是以国内的消费呢 为导向 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转变呢 那必须使中层和中下层阶层的思维发生变化 他们已经穷了很长时间 自然会将财富呢 存在银行或藏在整套里 他们只会在对未来有信心的时候呢 才消费美国人消费 甚至是借钱来消费 不管对未来是否有信心 美国人有一个基本的设想 即使呢 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嗯 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 依赖国内的消费发展的 中国人最终要走这条路 问题是他们怎么实现这一转变 那在目前来看呢 的的确确中国经济呢 正在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呢 向这个啊 内需型经济呢 进行一些转变 那中国的内需发展呢 是否能够提得起来 那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 能不能啊 取得一个这个质的一个飞跃 那所有的包括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啊 都会都会都要落在一个内需市场上啊 要把这所有的这个成果的生产力呢 转化在这个消费环节 要有一个这个闭环的消耗 呃 这里面呢 我还想给大家提一点呢 就是关于呃 知识产权啊 知识产权部分 我发现这李光耀先生 真是这个懂得很多啊 那他的认知呢 确实也非常具有软件性 在这个海峡时报的记者提问环节呢 那有记者问道 呃 说这个李光耀先生 您认为缺少法治 可能会阻碍他们保护和尊重 发展知识产权的创新文化吗 那李光耀先生的回答是 只有当他们拥有足够的 知识产权需要保护时 才会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 呃 他们尚未达到这样一步 这不会鼓励创新和专利登记 当他们具有足够的企业精神 来开创一些先项目时 这种情况可能会缓慢的改变 那为什么这一点特别要提出来呢 因为就在最近呢 呃 中国中央的出局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呢 来显示呢 就是呃 这个呃 中国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力度啊 而且提出了具体的这个目标到2021年 2022年 那最终在2025年实现这个零先全球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 那关于这点也有很多人的预测 就是中国在过去的从制造业到这个房地产服务业 再到未来可能的这个科技产业呢 会形成第三次的创富的浪潮 那就是用知识性创富 知识产权进行创富 这一点我觉得呢 嗯嗯中国呢必须走这样一条道路啊 我们看现在的华为啊 拥有众多的5G专利就能够知道啊 中国呢走在了这个民族自主创新的这条道路上 那也一定需要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上呢 有所作为啊 那最后提到的这个国有经济啊 国有经济啊 他认为呢 这个国有经济呢 的确是一种低效的模式啊 他也认为呢 国有经济的模式呢 呃需要在呃制度上呢 继续去优化 那就是呢 国有体制的这个改革啊 需要继续深入啊 要促要这个啊 这个促使这个国有经济的这个整个的运转呢 更加的有效率 那至于如何体现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 那他有提到呃 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这个民企业的一个人才 进入到国有体制啊 来从体制外的人才呢 来去改变 那给予这些啊专业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呢 以更高的这个呃激励啊 这样子呢 才会有更多的人呢 来来促使促进这个国有企业发展的更好 讲到国有企业呢 其实还有一个课题 就是这几年呢 众多人提到了这个叫国进民退啊 这一个概念 那这个事情呢 对中国呢 呃如果说处理得好呢 那可能会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好 如果处理不好呢 那对中国的民营经济呢 会有一定的伤害啊 那现在的国家呢 也在这个信贷政策和这个呃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上面呢 提出了一整套的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措施 那在呃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战啊 这个目前还没有解决 那全球经济这个全球化 遭受美国的这个保护主义冲击 那使得现在的呃各国家的经济呢 都非常的困难 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呢 我相信呢 中国要想实现啊 我们理想中的那个目标 理想中的那个崛起呢 还是有一段啊 非常艰辛的路途啊 需要去克服很多困难呢 需要去解决 那好 今天这个呢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 李光耀观天下啊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第一章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央 里面呢 所描述的一些啊重点 那我摘要出来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希望呢 大家能够喜欢呃最后呢 呃这个提醒一下 就是大家呢 如果喜欢我的这个节目呢 频道呢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赞啊 分享订阅 给我更多的鼓励啊 我们会有更多的好节目呢 这个及时的推送给大家 那我们下一期的这个啊 李光耀观天下的这个啊 学习呢 我们会啊去啊 嗯 说他的第二部分内容 第二章的内容 就是关于美国 他的介绍 那他的副标题呢 叫做陷入困境 但是优势存在 那美国呢 也是一出大戏啊 到包括像现在的特朗普总统的 这个中美弹 这个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劾案 啊 中美关系啊 那美国在全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啊 对保护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 等等 众多的这个啊 全球性的全球性的这种重大议题呢 那美国都呃表现的呢 和以往的美国 我们所认知的美国呢 非常不一样 那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给大家做呃认真的这个解读 那希望呢 大家能够关注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这个时间 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